好 好 好 就像炒鍋大發爐一樣 未來宜蘭市的這一家熱炒店 用餐時間一到 顧客有如仕途老馬自動報到 可以用餐嗎 人家在家裡的時候 我們走下去 現在就不可以 現在要坐客人車來 還要多花三百元 多花一堆菜 那你還堅持到嗎 沒辦法 因為他們都沉浮 我水就在煩車 你還要多錢 你還要多給我吃一口 叫人一吃上癮的關鍵人物 就是老闆娘李素玲 猶如花蝴蝶滿場飛的她 一下子送菜和顧客寒暄幾句 轉身又來到 擺滿生鮮食材的冰箱 幫另一組顧客配菜 那你那個這三虎瓜嗎 這三虎瓜 你就讓我吃那個 這就是 當然是菜一上來 大家就搶著吃那個梅 那個鮮科也好嫩好好吃 那魚的肉也好嫩 所以趕快跟老闆娘說 趕快上菜 對啊 好不容易忙完餐期 來到下午兩點的餐廳午休時間 李素玲卻一刻不得閒 因為有另一項工作正等了她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脫下熱炒店的紅色制服 改穿上黃色髮袍 李素玲此刻化身 觀音代言人 隨著悠揚的送經聲 她開始靈動 李素玲服務的觀音廟 是當地一間專門除散的宮廟 而她卸下廚娘的另一個身分 就是和無形力量搶人的驅魔者 我來跟妳說 等這個 妳可以自己請她 這個母婦姐 平素素 來臨這個阿伯 說話事都不一樣 也吃不下去 我說睡不好 都沒有 等於都沒有睡 對 都 到早上兩三個 就說妳還不要睡嗎 嗯 我就睡過去 真的都有準備要讓妳 妳要 妳要 她要紅白帝 還要來照鏡 妳 妳要補的都要把妳準備好 妳一隻紅白帝 走 去年碼年的時候 她阿伯放我去的時候 她開始抱抱起來 她會害怕 他以為說他 阿伯往生了是不是他害的 你來對他三公公 用法下去不是這樣 眼看王魂執意糾纏世主 身形瘦惹李肅林 彷彿天降神力 對 王魂這樣 因為他就太大了 對 太大了 或許是因為正則神威 原本不肯離開的怨鈴 依依盡了話有符咒 鎮壓的牌位 對 那就是紅白 前一個人 前一個就是他的路線